芝加哥市政府最近宣布 由于Taylor Swift的EARS巡回演唱会 为芝加哥带来数万人潮 结果还大幅提高火车 公共汽车 以及地铁的票务销售 且累计演唱会的三个晚上 光是公车和铁路乘客 就多增加了超过4万3千人次 无独有偶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亚特兰大 并让马塔列车的乘客量 爆出平常的三倍人次 此外 一些城市还利用EARS巡回演唱会 采取了针对性的行销策略 例如费城就巧妙利用演唱会 来大幅宣传大众捷运系统的好处 可以有效缓解下班后的交通拥堵问题 芝加哥市政府分析EARS巡回演唱会 对公共交通的积极影响非常巨大 因为自疫情结束之后 原本大受影响的公共交通系统人潮 至今都没有全部恢复 且与疫情前相比 公共交通系统的总乘客量差距 仍然有30% 主要原因是有太多人都决定 继续在家工作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